海盜搶來的錢太多 回國受風變爵士 大航海時代的價值觀跟現在不一樣嗎 你知道誰第二個環球航行一周嗎 大家都知道第一個環球航行的是麥哲倫 但是很少人知道第二個環球航行的是德雷克爵士 德雷克是英國有名的海盜爵士 女王鼓勵他出海行搶 最後他搶遍了地球之後回到英國受風的局勢 怎麼回事啊 英國女王鼓勵英國的那些麻煩的孩子們 到海上去掠奪西班牙人的財富 德雷克就到中美洲去 他準備搶劫西班牙人的運金船隊 可是他被西班牙人發現了 於是開始追殺他 德雷克心一合一不做二不休 在港口裡搶走了三艘西班牙大帆船 他開始往南邊航行 想要繞過西班牙人的領地回到英國 偏偏西班牙人堵住了整個大西洋 於是他就要往南 走向那個被認為不可能穿越的 麥哲倫海峽 結果沒有想到啊 他被西班牙海軍追捕之後呢 改變航向 反而越過了 麥哲倫海峽南方的火地島 真正發現了通往南極州的通道 所以今天 那個比麥哲倫海峽還大的 就叫做德雷克海峽 德雷克進入太平洋之後呢 他就沿著南美洲 一路逃逃逃 還跑到了加拿大 但是西班牙人不放過他 於是他放棄了往東回到英國的想法 乾脆啦 就往西橫渡太平洋 他還真的走不去 他經由菲律賓馬六甲海峽 繞過非洲南端 最後重新安全反而 他是真正第一個做到環球航行的人 因為麥哲倫中途就死了 他回到國內之後啊 英國人非常的崇拜他啊 因為他替英國創造了巨大的榮譽 而且他還帶回來了 整船的金銀財寶 德雷克平民出身 但他搶劫回了半個英國國庫的財富之後 受封爺爵士 這極其為英國平民家庭 有志清明出海搶劫熱潮 最有名的一個人啊 是蘿莉爵士 蘿莉爵士年輕的時候 就長得高貴又英俊 當然他是平民的 不過他很敢玩喔 他曾經啊 把自己身上最高貴的那個斗篷 扯下來丟在地上 讓女王踩著他的斗篷 越過泥泞的路面 從此女王就對這個年輕小帥哥 另眼相看 女王給了他一個很實惠的恩仇 賜予他大批的財產跟土地 蘿莉爵爵了要回報的女王 出海搏命 他走到了今天北美洲的 北卡羅來塔 因為當時西班牙人主要在中南美 英國人在北美洲開發比較有機會 他把這個開發出來的殖民地 命名為Virginia 也就是癥結女王這個稱號 從此美國就有了第一個殖民地 而且這個殖民地出現了八個美國總統 在美國號稱總統的樓下 今天認識了海盜爵士德雷克 下週四歷史一次 還要告訴大家海盜爵士德雷克 如何打敗當時西班牙 稱霸大西洋的無敵艦隊 內容精采千萬別錯過